欢迎继续收听 《坠序》第370帧 哭哭啼啼礼良申 作为当朝右相 秦四园可谓日理万机 宁毅等人刚到相府时就已注意到 这个下午来拜访秦四园的 除了他们还有不少人 都在偏厅那边等着 这其中或许有不少 都是有品级的官员 宁毅如今对于秦四园来说 已经算是自己人 因此说完王山岳的事情之后 他并将宁毅暂时交给了姚祖宁 程周海等人代为接待 自己则先去接见其他访客 关于密贞司目前针对梁山的布置 能动用的人手和资源 以及掌握的情报 最为了解的还是秦四园身边的这些幕僚 秦四园离开之后 程周海与姚祖宁到书房取了资料 然后带着宁毅和文人不二到外面的葡萄架下面坐下 开始向宁毅正式交代这些情况 早几年秦氏未曾负起的时候 密贞司只在辽东和烟云活动 因此对其他地方的情况 其实并没有充分的掌握 如今虽然加大了对宋江 田湖 王庆等人的监控力度 但想要清剿 还是得靠军队 不过不客气地说 真要靠这些人打仗 那是倒了八辈子的没了 也不是真的全部能打 但扯皮的事情太多 立衡对此心理还是要有个数 三人当中姚祖年辈分高资格老 文人不二此前则一直负责南方的师傅 因此此时向宁毅介绍情况的 是那个说起话来 有些冷的成州海 他将梁山附近各方势力兵力的分布 以及之前官兵几次 要试图剿灭梁山时的战斗情况 交给了宁毅 另外还有几幅地图 更详细的情报 还是得等立衡你到了深冬 才能从黄山岳黄雪地手上拿到 我这里的也只是一些基本情况 黄雪地的情况 秦师应该跟立衡说了吧 嗯 说是性情有些古怪 立衡见到他就知道了 他的性子有些偏激 毕竟家中遭逢过大难 但并不难相处 说起王山岳 既然脸上的神色都显得有些复杂 而且并非是戏谑的笑容 这倒让宁毅暂时推翻了 王山岳是同性恋的猜测 他们一直说王山岳性格偏激 但又说他不难相处 难道是个样子像伟娘 性格却耿直如张飞 整天对敌人破口大骂的人 这样一想 不免觉得更古怪了 正交谈间 府中的下人端来了冰镇的绿豆汤 风从院落间浮过时 葡萄架架颇为阴凉 姚祖年与成州海 说着各地的一文趣事 多是与四大寇有关的 两人皆是渊博之人 再加上文人不爱 这番谈话便颇为有趣 宁毅则是喝着绿豆汤 偶尔搭话 要说对天下局势的了解 宁毅是比不上他们的 不过在杭州时 也常听西瓜他们说起 多少还是有些了解的 而且他眼力还在 偶尔插话也不会抓不住重点 成州海与姚祖年知道他的事迹 只当他不愿交浅延伸 也并不感到奇怪 他们从梁山说到田虎和黄庆 宁毅心中一动 问起吕梁以待的情况 姚祖年摇里摇头 那地方人不多 日子很苦 老夫早年曾去过那里 山市险要 土地贫瘠 路也不好走 接近燕门关的地方 有驻军 情况就好些 但其他地方都是三不管的 人便活得不像人 吕梁道十分凶狠 不过活在那里的人 不凶狠就活不下去 辽人有时候会到山里打草谷 他们风气野蛮 使屠杀为荣耀 往往一个村子 一个村子地杀过去 杀完了放一把火 烧得漫山遍野 就算有人躲起来 也只能被活活烧死 我们的军队 有时候也会过去打草谷 我们的军队 明义重复了一句 妖宿年皱了皱眉 显然也有些不以为然 打草谷的不只是辽人 他们过来 我们也会过去 燕云十六州丢了以后 便一直是这样了 五辽之间 不会起大的冲突 但劫掠边民是常事 我当年是很看不过去的 但没有办法 他们把这当成是练兵 哼 这能练出什么兵来 但杀了人 割下了人头 那就是军功 还能抢到粮食财物 至于女人 便更不用说了 他们打草谷 主要还是针对辽人 这也有多少能激励士气 不过吕梁山一带的人 也常会成为他们的目标 哦 是这样 明义点了点头 他大概能够想象 两国的商旅 若走燕门关 边军要刻意重睡 因此 只要有办法的 都会改走吕梁 只要平安过去 便能赚取暴力 而吕梁山上的日子难过 山上许多人 就拿起刀枪 落草为口 以抢掠过路的商旅为生 而且下手凶狠 往往不留活口 到头来 无论辽人 还是汉人 都不喜欢他们 有的大商户 会暗中支持军队 去吕梁剿匪 军队剿匪后 不可能留在吕梁 而山里的匪扣少了 这些商户的货物 就从吕梁山过去 就更安全了 哼哼 宁义笑了起来 葡萄架下的其余人 也都是摇头苦笑 也不知道 他们会觉得宁义 没心没肺 还是会觉得 他心性胜于常人 不过在场几人 确实都是见惯风冷 就算对此 深恶痛绝 也不会表现得 义愤填膺 所以有时候 在辽国打不到草谷 军队就会到山里 杀人充数 有几个大商户 是专门靠走 吕梁山发财的 他们的人 被吕梁倒杀的也多 就会支持军队 去吕梁抢掠 军队只要把吕梁的人头 拿给他们看 他们就会掏钱靠军 军队回头 再把人头交给上级 说是饭边的辽人 又能拿一份赏钱 至于是 可以拿两份钱 秘真寺在吕梁山 没有人手吗 姚祖年摇了摇头 人手本就不够 在那边安排人 也没什么意义 毕竟吕梁道 再凶悍 也影响不到南边 不过说起来 最近从北边 传来的情报提到 吕梁有一个寨子 最近在统合山中的势力 发展得很快 他们不杀商贩 而是按一定比例 收取物资作为报酬 对商旅过吕梁山提供方便 只是他们尚未完全打通南北通路 成州海接过了话题 此事活也有印象 北地的同僚说 如今商旅想要过境 比以前方便了很多 不过 不过 恐怕这事做不成啊 一旦他们打通了南北通路 眼前就是灭顶之灾了 咬总年舔头道 这么大一块肉 谁也不会坐视他们独吞的 以往旅梁道分散在山里 居无定所 军队进山剿匪时 也往往无计可施 而一旦坐大 有了根基 再被攻打 便躲不过了 到时候 无论是我们的军队 还是辽军 想要剿灭他们 都是轻而易举 而且 听说田虎最近 似乎对吕梁也有些想法 边塞之地 毕竟不是人住的 活在那个地方 往往难得闪中 宁毅偏着头 拖着下巴 带着笑意 听他们说话 此时他心中想的 并不是他们所说的 这些事情 而是身在 吕梁山的陆红蹄 欢欢喜喜 焚合暗 凑凑糊糊 静中难 哭哭啼啼 吕梁山 死也不过 夜门棍 这首歌 姚他在认识 陆红蹄之前 就一听过 他心中大概能够理解 残酷是什么样子的 但听姚祖年这样说了以后 他对此就有了更深的感受 以往陆红蹄说起这些 虽然也会感慨 人活得不像人 但大多数情况下 还都是轻描淡写的 或许因为他已经习惯了 所以吕梁山也并没有那么让人 过不下去 而如今 姚祖年从旁观者的小度 说起在吕梁山生存的艰难 宁毅才能更清晰地 看到那片炼狱的模样 年前 陆红蹄千里迢迢到杭州找他 他知道对方想将自己 带回山上的想法 但宁毅知道自己走不了 而他其实也并不愿意 到吕梁山上去受苦 便轻描淡写地 对陆红蹄做出了暗示 而陆红蹄也就真的 没有提起这件事 现在想来 他完全可以想象 陆红蹄是多么迫切地 希望宁毅能上山去帮他 真有趣 他到最后都还没有提起这件事 这个在最残酷的环境里长大 挣扎着活下来的女神 心地是不是太善良可切了一点 宁毅此时倒也觉得 没必要要为姚祖年等人 所说的事担忧 利益是一切罪恶的起点 宁毅对此是最明白的 因此他曾三番四次地 叮嘱陆红蹄不要冒进 只要他能做到 就不会有大的问题 陆红蹄的倾慕战 发展到一定程度 就会开始横向扩张 尽量控制 铝粮一带的其他势力 而又不将其吞并 这样一来 要过铝粮的商队 面对的大部分威胁 都是陆红蹄可以控制的 青木寨会成为一个 相对安全的中转站 而商队对陆红蹄的依赖 也会越来越深 在现阶段 许多商人会支持青木寨的发展 寄望于青木寨能够在 吕梁一带打通一条安全的商路 但这个目标的实现 会被陆红蹄无期限的拖延 并在此期间不断将青木寨 发展壮大 或许乘着金 辽 武 三国混战的东风 青木寨能够在夹缝中 挣扎出一条生路来 当然 那也必然是一个无比艰难的过程 甚至比自己设想的艰难许多倍 宁毅如此想着 忽然觉得若是什么时候有空 该去吕梁山看看 不知道那位武艺高强的女侠 回到吕梁之后 怎么样了 遇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序第371章 穿越历史小说 坠序 作者 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巨武八雅居 作诗今生万般神叹 相逢相牵 去而复返 愁愿做姻愿